Hello PeaceFive的朋友大家好 市面上洗剂超多种 沐浴乳啊 洗发精 那很多都是那种有颜色的啊 或者是像这样子看起来亮晶晶的 你们知道它里面到底加了什么吗 像这样子的色泽啊 基本上都是色素来呈现的 那这种亮晶晶的东西 就不知道是亮粉还是什么 但我想它应该跟清洁本身都无关 不知道各位在买清洁用品的时候 有没有习惯转到背面 看它的成分表示 通常呢都是一大串 不知道写了什么 只是知道它非常多 十几种几十种都有 你们有想过这些成分 真的都是必要的添加吗 那我们现在就来为大家倒出来 看看这个质地 你看超稠的 好像浇水一样 而且你看它这样亮晶晶的 超香耶 这就是我们一般认知的 洗发精跟沐浴乳的质地 就是长这样子 那再来看看我们的 Pissify的无香泡泡慕斯 它倒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因为我们没有加增酬剂 也没有加起泡剂在里头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这样子 透明透明的水状原型液体 为大家倒出来看看 有没有 也就是水状的 还可以用这样子滴的 很快就被倒出来 因为它里面完全就是水状原型液体 所以呢 它就是要靠这个泡泡慕斯压头 才能压出浓密细致的泡泡 那我们现在就来为各位到厕所去洗洗 看看这种有加增酬剂 跟一些不必要成分的洗剂 跟这种水状原型液体的洗剂 洗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现在都加一样的量就是一勺 沾点水 这是我们的Pizzify无香泡泡 但其实它的泡泡也蛮够的耶 这样子在用的时候就觉得手好舒服哦 就是有感觉有清洁 但是又不会太过于滑腻 然后味道也很舒服 因为它没有加香精跟精油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温和很自然的感觉 就是真的感觉只有洗干净 不会有过多不必要的东西 你刚刚冲一下就干净了 超级好冲 而且它洗完之后也不会有干涩 跟滑腻的感觉 很舒服 大家看这个洗剂 很像史莱姆这样子亮晶晶的 里面有非常多小亮片的成分在里面 虽然说看起来是真的很漂亮 可是这些东西真的跟清洁一点关系都没有耶 等于说它就是一个不必要的多余的成分添加 而且大家看这个稠度 好像蜂蜜哦 这个稠度呢 就是蒸稠剂的作用 那它的话本身就是也是跟清洁力无关 只是我们真的很习惯了这一种稠稠的沐浴乳啊 或是洗法精这一种质地 好 那我们现在再加一勺 为大家洗洗看 OK 好 我们来搓了 我在搓的时候非常感受到它的泡泡很丰厚 因为整个那个沐浴巾是有一种鼓起来的感觉 因为它里面泡泡很多 你看它的泡泡好多 很滑腻的感觉 我们现在来冲冲看 泡泡多就是有这一种要冲很久的问题 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泡泡了 可是我还是感觉会想要再多冲一下 因为有一层滑滑的东西在上面 而且你看 这个如果拿来洗澡或是洗头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皮肤的状况产生 因为它就是有残留的物质在你的皮肤身上 这样子久了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或者是不适 还有泡泡 以上两款洗剂的比较 就证明泡泡多真的没有比较干净 反而很有可能 因为你冲不干净 在皮肤表层留下一些化学物质 造成毛孔堵塞 那久了之后呢 皮肤就很容易敏感啊 干痒甚至是有皮屑的情况产生 那Pissify的全产品呢 都没有添加增稠剂跟起泡剂 还有一些不必要的成分 原意料呢 就会是像这样子透明水状的圆形液体 洗后呢不会有冲不干净的黏液感 反而会有一层薄薄的锁水表层 那就是维他命原B5和蜂蜜萃取 以及有EchoCert欧盟认证的天然原料 干油葡萄糖干 当清洁后的皮肤表层锁水保湿哦 欢迎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每天洗得更健康 尤其是本来就有皮肤状况的朋友哦